穿着衣服有经过福哥同意吗 阿福看见何以为坑 阿福不在身边放飞自我了 大家好我是Julie 其实呢对于这些评论 我本来是没有在意的 但后面呢我发现 这些评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而且让我觉得事态的严重性是在于 好像这现在已经是当今社会 一种男女现象的常态 也就是女人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是由她的男人来决定的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现象了 你们想想如果有人对你们说 哎你这么穿你们家谁是谁挺腻吗 那这个谁是谁啊 这就是一个小孩的父母啊 我们作为走进婚姻的成年人 我的老公竟然还要担任我父母的角色 来为我做决定吗 那今天呢我就邀请到我的另一半福哥 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掌声欢迎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老公有什么变化 什么变衰了 眼睛变大了 好福哥我现在问你第一个问题啊 我想问问从你这个男性的角度来看 我穿的比较暴露 不是经常也穿胜利啊 或者不穿内衣出门嘛 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不会 首先我们要说一个道理 你是一个attractive woman 无论你穿的怎么样 都会有男生会看你 或者会跟你搭衫 这个是very normal 一旦我开始管你穿什么衣服 这个说明什么 我自己很自卑 我自己会觉得 我这个可能不够优秀 那我就害怕 其他的男人看到你穿什么衣服 他们就是要把你带走 但是我很自信 因为要是你能找到一个比我更优质的男人 我真的祝福你 而且这些粉丝他们很关心你 要是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可以帮你开一个授权书 然后这个授权书的内容就是 我老婆爱咋地咋地 那第二个 你对于这个评论里说的 你穿成这个样子 阿富不会说你吗 看到这种话你有什么感受 你每次穿衣服 你问我的反馈 我都会给你反馈 但是我的反馈是 我觉得这个适不适合你 或者我喜不喜欢你穿这个衣服 但是到最后 是你自己要做决定 要是你觉得你穿这个衣服 你出门你觉得很舒服 很自信 那你要穿 但是我会很诚恳地跟你说我的意见 要是我觉得这件衣服丑 我就会说丑 而且每一次福哥给我意见的时候 基本上比如说 我有两套衣服给他选 他选了A 我一定会穿B出门 我非常了解你的心理 你说A和B 我喜欢A我肯定会说B 第三个问题 那我以前呢 其实被我的前任P某A过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不让我穿那种入旗装 也不让我穿低胸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为我好 他不想我被别人看 夏天的时候 还让我穿高领装在这里 我真的热死了 那个时候我竟然愚蠢到 我真的觉得他是爱我 这是他关心我的一种表现 那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看到 所以说他是你的前任 我是你的前任 对不对 我以前 我也是在一个很保守的家庭长大的 而且我从小就 也一直很在意别人是怎么看我 但是这个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现在就要提升我自己 I don'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这个是非常重要 你尊重你自己 别人才会尊重你 再说我是一个德国人 德国就是FKK之国 我们就很喜欢罗友什么的 在说我们在法国的时候 我们没有带游泳衣 然后我们很想去游泳 我们就脱了我们的衣服 然后穿着内衣去下汗 然后后面把内衣也脱了 当时我记得在沙滩上 很多男生在看我 就算他们看了一眼 他们竟然还在 而且他们也磨不到 就是我一个人能磨得到 对吧 OK那谢谢福哥 今天接受我这次采访 姐妹们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 穿衣风格是一件很小的事 它呢代表着你的个人喜好 但是呢 它也是一件很大的事 它可以代表你的独立人格 你既然选择了这件衣服 你就要选择那一个 懂得欣赏你穿这件衣服的人 就比如我 但我也不代表我欣赏你穿的每件衣服 但是 if you want to be ugly just be ugly it's your choice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啦 希望下一次呢 我可以邀请福哥 再来跟我们聊聊 其他婚姻啊 或者感情上的问题 好吗 跟我的秘书约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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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